却是以凯术转课 这也太奇怪了 等一下 这尸体不太对劲 怎么 有态动 会不会走路啊 真是 你说啊 这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没想到一具死了千年的女尸 竟然也能生出孩子 是啊 我也听说了 大理寺官差区探墨 看到女尸有态动 当场解剖 孩子居然还是活的 我看哪 这八成是鬼魅附体 天下就要大乱了 行了行了 我谈国事 喝酒喝酒 我跟你说 这一种事 不是你我能谈 哦 宝宝乖 你看 宝宝乖 你看啊 双爷 你干嘛呢 我逗他玩呢 你这么逗 双爷 你怎么把孩子抱这儿来了 这儿玩具多呀 这啥玩具 有你这么哄孩子的吗 连个保姆样都没有 你来啊 来 看我的小白牙小白牙 什么呀 咱们都不会照顾孩子 把他留在这里 也不是个办法了 那他怎么办啊 他母亲死了 家人也不在 谁来照顾他呀 这么小 要不咱们一起照顾吧 好好好 就把他当做咱俩的孩子呗 咱们大家的孩子 一些照顾好不好 好不好 别说那没用的 咱们现在 连他到底是谁都不知道 他是怎么在一个 从未开启过的古墓中 活下来的 这我就不知道了 母体当时看起来很像干尸 子宫却还有养水 太不可思议了 我觉得呀 这孩子 是不是他在古墓里 吸收日月之精华 不对 古墓里没有日月 那就地气之精华 看 都湿到他身上了 要不然咋解释呢 你们说 看他是我同意了 是不是 什么咔日月精华 这一听就不靠谱 但是我又没有证据反驳呢 是吧 这样吧 我去请我的师傅下山 让他来反驳呢 行行 你让他来 你让他说服我 李少奇 有信使来报 大姐 见过李少卿 你是 小的是刑部郎中 萧松原府上姓差 主人近日金陵长安 特意派我来向李少卿问好 还有一事 萧郎中听说 少卿接了千年古英的案子 不知进展如何 此事还在调查 暂时还没有没过 我家主人说了 李少卿如果需要任何帮助 定请直言 李某在此谢过 萧郎中的好意了 在下告退 这个萧郎中是什么人啊 他可听说本事大得很了 办了几个毫无进展的发肿案 还抓了一大批灌犯 才得以再刑部高升的 怪不得这个萧郎中 这类消息那么灵通呢 我们之后 也许还有需要他帮忙的事情呢 谢谢 我的小宝贝 再哭我就把你送回去 你不说什么呢你 瞧把这孩子吓你 走开走开 可以 你不在乎 你 不在乎 我不在乎 快点 你不在乎 我的小宝贝 我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说什么 你不在乎 在乎 四娘 萨摩在不在 李少卿来了 孩子 小宝宝 怎么这么可爱啊 你叫什么名字 爸爸妈妈呢 她是个孤儿 怎么那么可怜啊 这么小就成了孤儿 哦 不怕啊 所以我要请萨摩帮帮忙 萨摩 萨摩 来了来了 怎么这么可爱啊 又找你萨摩小爷什么事啊 我很忙呢 孩子 你可别告诉我 这是你 没错 没想的没 你倒是想啊 这时间也留不上啊 开什么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了 这可是大事 哎 你声音小一点 我们不知道拿着孩子怎么办 怎么办 要不我来养啊 你们那么忙 哪有时间照顾他呀 对不对 我会好好照顾他 萨摩 你快去忙吧 店里的活也不用干了 我会让不三不四帮你做的 慢走不送 那我今天的工钱 照算啊 好吧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那这孩子 嘟嘟嘟 老大老大 老大 小声点 喘口气再说 古墓被人动过了 什么 啊 我们走 老大夫官 要不要再剪点菜啊 不用了 关照我去 好嘞 哎 你们是怎么找到这个古墓的 你们可真是捡到饱了呀 有百姓发现了洞口的饮食 我 我 来 快来 你在哪里 老大 这地上的东西 应该是有人碰过的 之前这个箱子是关着的 这上头之前应该有个盒子也不见了 怎么感觉像个艳品呢 别瞎碰 小心机关 知道了 如果那闯入者不为财 莫非 与这女士附中的婴儿有关 要是这样的话 只要我们找到那个闯入者 那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三摩 你觉得呢 有脸 可这茫茫人海的去哪找啊 怎么样 这会儿不错吧 四娘结账了 四娘 来了来了来了 四娘 四娘 四娘结账了 来了啊 结账 好嘞 不是 李绍兴 以后吩咐 四娘呢 抱着孩子出去溜弯去了 我还忙啊 一会儿过来 来了 都这么多天了 事情还没有什么进展 一直把孩子寄养在四娘这儿 也不是办法呀 我已经派人日夜守在古墓 等抓到那个进入墓穴的人 一切都会有答案的 这是古墓 但做工有点糙 最多五百万 成交 怎么结账啊 不急 会会来找你 李绍兴来了 想吃什么喝什么 今天我请 客官 来 慢走啊 你今天心情倒是不错嘛 人风喜事精神爽啊 自打四娘得了孩子心情特好 把他当亲生儿子 对我都特别慈祥 孩子身份不明 留下来不是长久之策 四娘可早就想好了 他说既然孩子是个孤儿 那他就收养了 我赞成 客官 您慢走啊 当然这个还是要李绍兴同意了 你就看在四娘一见到孩子 就母性爆发 那么喜欢孩子的份上 你就让他收养了吧 这样的话 对那孩子倒是一件好事 对对对 老大 找到了 找到了 找到什么了 那个潜入古墓的人 找到了 刚发完肿就去敲赃 你也太心急了吧 这铜瓶 是不是你从墓中带出来的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你肖脏的铜瓶 跟我们从墓里拿到的是一对 是一对 说吧 你是怎么知道古墓的 谁不知道 满大街都在传哪 我能不知道吗 我又不拢 想好了再说我告诉你 别逼小爷我动大行 好 我说 我说 既然你们都已经知道了 也就不瞒各位了 我们肖家啊 确实是摸进其家 但十几年前 就已经 洗手不干了 那你现在四传古墓 是何居心 肖家到我这一辈啊 是我堂兄党家 可是他对这发肿之事啊 深恶痛绝 重超旧业者 严惩不待 可我除了摸襟也不会别的呀 最近 那千年古鹰的事 传得满城风雨 我这次 动了心思 没想到进去之后才发现 真正有个价值的东西 早就被拿走了 不可能 那个墓是我们打开的 非爷 你们去的时候 难道没看见 洞口的指路营石吗 那说明 早有人进去过了 你可知道会是谁 如果没猜错的话 那一定是丁家人 丁家和我们肖家 都是摸襟大虎 能够开启古墓 又能将其复原 也只有这两家人才能够做到 丁家这群狗东西 真该死 三胖 去查清楚这丁家的背景 好嘞 丁家 李少卿 刑布郎中萧松远求见 请进来 李少卿 在下萧松远 幸会 幸会 请 不必了 听说李少卿抓住了发肿案的嫌疑人 敢问结果如何 毫无进展 这些摸襟的往往优化简扎 难查更难审 不过少卿放心 发肿案一向是笔人所长 萧某愿替李少卿分忧 查出这嫌疑人的底纪 多谢萧郎中相助 来人 赵萧郎中提审人犯 是 这边请 不是刚问完吗 又要问什么 对啊 扫废话 快去 是你小子 你来我就放心了 我说 赶紧的 赶紧把我弄出去 你先告诉我 为什么要去那座古墓 你问我为什么要去那个古墓 你再朝为官 顺风顺水 我可没你那份俸禄 自己去讨些生计 还不行啊 你 启叔 我爹当年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他说过 萧家人从今往后 不许再踏入任何一座墓穴 你私自违背足续 知道有什么后果吗 好了 事到如今 你就少在这儿跟我说这些没用的 好歹我也是你七叔 赶紧把我弄出去 我暂时帮不了你 我暂时帮不了你 我现在真帮忙 你小子 好 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好 你和丁饶的那点事啊 真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不怕我把这些都告诉那个李绍青 你 你 我 不想为难你 只要你把我弄出去 这件事肯定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好 好 怎么样 什么结果 小某从未见过如此顽固之人 油盐不济软硬不吃 这次实在帮不到你了 实在抱歉 告辞 好 小宝宝 小宝宝 我们去晒晒太阳好不好 晒晒太阳会长得更快 丁家查过了 这一代掌门刚即位 是个女人叫丁饶 好 年龄大概是三十岁左右 但不久前失踪了 连她的家人都找不到她 是找不到呢 还是正在某出发中 你是说 小海坤也提到过丁家 恨得牙痒 说明丁家打了她财路 那座古墓失窃 丁饶的嫌疑 是最大的 可是我们都找不到她 怎么着手调查 我想应该查得再仔细一点 应该查一下 那丁 萧 两家的背景 以及之前为什么接仇 我从师父那回来了 怎么样 我把情况都告诉了师父 师父说 用特殊的药物炮制 可以使尸体迅速脱水 呈现干湿的状态 这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那具女尸 根本就不是千年前的尸体 而是心死不咀的 你所说的我已经调查过了 结果如何 之前萧家和丁家 一同摸金发肿 吸引不离 直到有一次 丁家鬼迷心窍 想似蹲脏物 不惜出卖了萧家 被抓了好多人 从此退出江湖 与丁家就一刀两断了 老大 刚才我在路上听他们说 昨天晚上起来场大火 然后呢 一宅子的人非死即伤 好 而且宅子的主人 姓丁 二位都在呢 那我先走了 李绍兴 后会有期啊 不是 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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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我什么都没问出来 怎么就给他放了呀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要钱 我只要钱 我真的没钱给你 宋元 你不应该这样对我的 我知道你有钱 所以才来找你 那件事啊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你只要把钱给我 我就闭上嘴 乖乖地离开这里 不会让任何人找到我 怎么样了 你保证 我保证 我 我 我一定保证 我 我保证 好 成交 痛快 你先回吧 等我消息 好嘞 官人您留步 郎中已经就寝了 不能进去 把他抄醒 我们要挨板子呢 官人 是 李寿卿此时登门 所为何事啊 刚刚我都听到了 刑部郎中与人犯合谋 真是让我大开眼睛 萧郎中 还希望你能够如实交代 不要让李某为难 其实 小海捆是我的七叔 吴少监 请 我是萧家的第八代传人 但是萧家其实多年前就金盆洗手了 我顺从父亲的心愿走上势路 盗墓之势更与我毫无瓜葛 可是我七叔却财迷心窍 不惜违背族训 潜入古墓偷窃财物 又让我利用植物之便帮他脱罪 那日在大堂上 他还要我想办法放了他 可被我拒绝了 没想到您把他放了出来 萧朗中 没想到你这官做得可是好啊 我也是有苦衷的 李少卿 为官之后 我一步一步走到这个位置很不容易 我不希望因为过去的人和事 影响了我如今的仕途 还请李少卿理解 我想知道 这萧海坤威胁你的内容 到底是什么 他知道 我 我跟丁绕之间的一些事情 这是家族大吉 这萧海坤威胁 好 李少卿 有结果了 怎么样 不出所料啊 确实是一个刚死不久的人 只是在尸体上做了手脚 用药物促使机体迅速脱水 钙化 据我所看 盈儿出生前她才死了不到一个时辰 也就是说 这具女尸跟咱们前后搅进墓 可是她为什么会死在墓里啊 而且还躺在棺材里 她是谁 又是谁杀的她 我猜 真正杀丁饶的凶手 我们早已见过 我猜不要再 Phoenix 再一次 多久 用几手 不过 我给你 说 去 你怎么在这儿给我装神弄鬼 你有什么梦的 我的孩子还这么小就随我而去 你为什么这么狠 萧海坤一定是你 你怎么还没走 念经你我术之关系给了你钱让你走 可没想到你竟然笨鬼了吓我 出来 别跟我躲躲腾腾的 这就是谁 你以为扮作叮饶我就会害怕吧 你以为他死在那座墓里 我就会心虚就会给你更多钱 你以为这件事威胁我一辈 你也太贪了吧 还我命来 说 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 是我 我 我 还有我 还有我 你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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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世和丁柔一起进的沐雪 里面那句女诗 就是饶儿 你和她到底什么关系 她 她是我的恋人 萧家与丁家势不了力 你们两个怎么可能走到一起 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过去 可是未来却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都阻止不了我们在一起 既然如此 那你为什么还要杀她 我怎么可能舍得杀饶儿呢 丁家 现在由她大伯丁凉海所操持 饶儿回了身孕后 丁凉海得知了我们的关系 便把她控制起来 我心机如焚 抓了许多丁家的门徒 想一次比丁凉海放任 有一天 饶儿终于出现了 饶儿 我们必须去那座清朝古墓 等我拿到里面的东西 我就跟你走好不好 我耐不住饶儿的软磨硬泡 就带着她进了古墓 饶儿 饶儿 不要动她 只要把玉玺交给大伯 她就不会再干涉 我们任何事情了 好 真的如此 嗯 阿玥 就算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好吗 嗯 好吧 至此便听你的 好 休息 饶儿 饶儿 你怎么样 快走 那时我才一直跑 这座古墓有问题 是不是谁的墓中会放着一具 没有盖上的水晶罐呢 这都是丁家大伯设计好的吧 古墓就是一个陷阱 丁凉海根本就没想让我们活着出去 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 他连铜族的血脉都不肯放过 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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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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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门马上就要跪上了 我去把门顶上 阿玥 阿嬷 快点啊 我把门顶住了 快 你走吧 别管我了 阿嬷 坚持 快点 阿嬷 我不能跟你走 求求你 跟我一起走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 留在这儿 阿嬷 咱俩今生有缘平凡 希望下来走 咱俩能脱生在普通人家 为你平凡幸福的过一生 阿嬷你快走 丁凉海 我不杀你 致目为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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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 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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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非她救不了饶儿 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 幸亏你们及时赶到我 饶儿腹中胎儿才得以存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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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当时进入牧室时 可有看到墙上的自己 什么自己 我进古墓时 发现墙上有一行未课完的楷书 我想 那应该是在石门关闭后 丁饶特意刻下留给你的吧 虚皆阔兮 不我活兮 虚皆寻兮 虚皆寻兮 那玉玺现在在何处 我怕我七叔跟弟两海 把他偷走了 藏在我房中的暗藏里 对了 李少卿 我问问您 我孩子现在在哪儿啊 我想看他一眼就一眼 最后任凭处置 求您了 求您了 呢 吗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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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